你好,大家好,我叫刘宁,我的师傅是印度的尼西亚南达大师,他是在世的阿凡哈,在这个视频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帕达铺夹,以及之后跟大师通电话的那种体验吧,我是在今年1月份做的铺夹,然后按照中心的安排,跟大师的通电话是安排2月8号,在那个段时间因为疫情已经爆发了, 所以我只好在家里接大师的电话,我自己之前没有任何的体验,所以这个比较特别,就是在家里安排大师的线,然后我在那今年等着,然后后来突然间就听到大师在喊我的名字,这么个声音非常非常的亲切,然后他喊了第一声,我一下子就懵了,然后他在喊第二声,我就一下惊醒过来,哦,是在大师在叫,所以我在赶在跟大师问好行李,大师也很亲切,那种感受非常,就是与神联, 连接的那种感觉,体验是非常非常的深刻,而且非常非常的亲切,然后大师就,他很直接,他就直接就问我,他说,啊,你想要什么呀,上次你的愿望,我已经帮你实现,给你祝福了,你现在还想要什么呀,那我就开始列出我的愿望,然后,让大师就,他就一个一个的就帮我,就说我给你祝福,我给你祝福,然后你还想要什么呀, 他就非常非常的亲切,就好像是神,他是来帮助我们一样,然后我就,其中,跟大家分享一点,就是说我的财富的问题,我就跟大师说,我说我,啊,希望大师能圆满我的财富,因为我的投资上,亏了好多好多的钱,啊,之前做的不好,呃,请大师帮忙,那大师就很亲切的跟我说,啊,这个问题,我会帮你圆满你的财富, 当你财富圆满了之后,那么你所遇到的那些投资上的问题,就自然而然解决了,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,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,那种,那种感受,我就觉得好像,一个神被我,我被一个神祝福了,他帮助我了,我在最困难的时候,他会帮助我,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谢,然后之后就,就大概整个通电话时间大概是五六分钟吧,然后大师就问我,我都没有什么愿望了,就结束了,所以我心里还是那种感受,非常,一直在我心里持续了好长时间, 这种就充满对于大师那种感恩,感恩之心,还有大师那种亲切的,亲切的感觉啊,那种,就是很长时间是不,没,没办法忘记啊,然后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之后的反应,因为大师说给我祝福了,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身体上出现很多很多奇怪的生理反应,一边这边,一会儿这边疼,一会儿这边疼,这种疼痛的点,又持续一两天,让他就移回,移到另外一个地方,又开始疼痛,然后一两天又,又到另外一个地方,我就明白这个是大师的能量在, 在为我身体进行疗愈,在圆满我身上的好多好多的问题,然后之后,在财富方面就很明显的一个事情,就是在做完了扑架,还有大师通电话之后的几个星期,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大的变化,我本来在里面是被套住亏了好多钱的一个头寸,结果反而一下子赚了好多好多的钱,而且把我过去的亏的钱全部都赚回来了,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,自从做完这次扑架之后,我感觉我这个人的心态, 还有身体健康都在慢慢的改善,就是他会不断的疗愈,而你的思维的方式,还有你对这个体验啊,生活的体验啊,体育的观念都慢慢改变了,然后你的财务状况也就会,也就自然改变了,所以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深,而且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大师,在这方面一直祝福我,你看距离上次做帕大扑架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, 我仍然能感觉到大师的能量在我身体里,在对我进行的,进行疗愈 所以大师是不会放弃我们的,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帕大扑架是非常非常,因为他只有在阿凡达赛事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做这样一个扑架 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做,因为这是大师为我们人类所做的最大的祝福,是给我们祝福,是帮助我们的 所以你为大师表达你的感恩之心,还有表达你的最大的感恩,就是通过一个帕大扑架 而同时这种感恩的过程中,大师又把他的能量回送给你,然后祝福给你,那么你的生活又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,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做,我也是计划好了,等我有机会我也还会再去跟大师做帕大扑架 好,谢谢